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啰 大家好 今天会真又来了 今天我们要来做这个豆沙饼 因为前两天已经把这个豆沙馅料做好了 然后呢 现在我们今天所需要用的这个菜类 就是这个中筋面粉310克 还有这个糖粉是60克 还有这个是黄油130克 还有这个盐4克 还有这个冰水是140克冰水 然后呢 现在我们来操作了 首先将这个面粉倒下去 面粉已经过筛好了 还有这个糖粉 这个糖粉可能我买过久了 它已经有几块了 所以现在我们要来过筛一下 然后呢 现在将这个盐倒下去 把它混合均匀 之后呢 再倒这个黄油下去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下手了 就是用下手去将这些牛油跟这个粉混合在一起之后呢 我们再倒这个水下去哦 然后呢 就像这个样子 水已经混合了 这个油跟这个粉哦 这样这样哦 已经均匀了之后呢 我们要加这个水下去咯 这个把这个水通通浇下去 不要有鱿鱼 但是说实在的这个 每一个国家的这个面粉的吸水力都不同了 我们还是要看看怎么样 如果等 等下觉得你的面粉这个很比较湿一点呢 我们也可以 适量的加一些粉下去也没关系 现在呢 我已经把它混合好了这个盐了 但是也不需要太太那个用滑 因为现在已经很硬了 我们要等它松弛了30分钟 我们再来凑了它 因为现在哦 把它搅成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就拿一张纸把它盖上 把它包好哦 这样子包好哦 等一下呢 过了30分钟呢 我们才来凑了它 就很好操作了 现在我们来操作这个油酥的部分了 现在这个面粉是370克 我们把它倒在碗里面 然后这个黄油是200克 每次哦 我做这个糕点哦 做什么饼啊 什么饼啊 有关你搅这个面粉的 就是很开心哦 好像在玩泥土似的 可能可能小时候没有这个机会去玩泥土 然后呢 我们就这样把它搅匀哦 这样搅就可以了 现在呢 我已经把它混合均匀了哦 像这样就可以了 基本上呢 这个油酥呢 它是不需要松弛的 我们现在等那个薯皮松弛呢 然后就是 这样子哦 它得到这个碗干净了 我们手也干净了 这样就可以了 一个碗硬适中的面团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也是要用一个 一张纸把它包起来 防止它绷干 把它包起来 然后我们去做别的事情 等一下哦 时间也是差不多到了 我们要来 现在时间到了 我们呢 我们要来搅这个粉了 就像薯夫这样子搅拌它 这个动作呢 要做到 六七分钟哦 做到它光滑为止 我就继续这样子搅拌到它 时间到了 等一下就很均匀 很好看的这个水皮 就很光滑了 等一下我们要这个 等这个酥呢 它才不会破酥哦 继续地揉咯 我已经揉了那个七分钟了 就像继续一起揉 七分钟了哦 现在已经很光滑了咯 就是这个样子哦 我们如果把它拉 它拉丝已经有一点 等一下我们要 让它松弛 等一下会拉得更薄咯 现在还是可以的 已经好了 七分钟哦 把它有七分钟 然后呢 就是 一样的 再把它 这样这个纸 把它包住了 好喘 这个小小的面包都搞得好喘 我们就再等了 二十分钟 我们现在在等这个水油皮 苏醒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来秤这个油酥了 今天呢 我要做就是 擀一个油酥呢 就是做上个饼的 然后呢 现在我们要来秤了 就是它的油酥是四十克 它的水皮是四十四克 然后我们现在也要秤了 要切一个一个的 好 这样就比较快了 如果一个一个很慢哦 如果是一个一个开速啊 都要做到几时 如果我们不能够做到开速呢 就是做三个饼的 我们也可以做两个饼也可以 擀了之后 我们就把它搓圆了 就在等这个油皮之后 我们才来包哦 就是一个一个搓圆 秤好搓圆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可以来操作这个水皮了哦 就把它切一个 然后呢 这样子 再切一个一个的去秤哦 我们要秤一个是四十四克的 然后呢 把它搓圆了 也是放在这边哦 等下 全部把它秤好了之后 我们才来包哦 我已经把全部的这个水皮已经切好了 现在我们要开始来包咯 就拿一块一块 就像刚才依照它的顺序 就是这个瘦口炒上 然后呢 就像包包子那样很容易的 就 这个是水皮 这个是油酥咯 然后你就包哦 这样子 这样子哦 然后把它摆在这边 等一下哦 我们依照这个顺序 开酥 现在 把这个水皮包这个油酥包好了 包好了之后 我们再来开酥哦 是不是很容易哦 我继续把它做完了 准备来开酥了哦 然后呢 在这个板上 撒一些面粉 也不需要太多 然后这个是 放火朝上哦 把它压扁了 它一些粉在上面 而且可以沾面 就这样 把它擀成那个扭手状 看到了好 然后呢 三折哦 三折先 就这样三折 然后呢 再 就把它擀成 擀成哦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就卷哦 从这边捡取 然后捡 这样卷 捡实一点哦 看到哦 这样卷 捡了之后像现在这个 然后我们把它搁在那边 等一下酥醒 把所有的擀完了之后 我们再来压扁它 因为这个开吃素 是要做上个饼的 等一下我们再把它 压扁了 才把它切成三个 OK 准备要来包这个饼的 然后呢 刚才全部的我已经把它 卷好了 开好了 所以把它 压一点 然后再把它压长一点 然后呢 我们开一个酥呢 就是 做上个饼的哦 大概就切哦 这样就可以了 这我们开始来包了 就拿一个 这样子 容易哦 很好包的哦 然后呢 把它压扁一点 好 可以咯 包好一个咯 再来包一个 容易的 很好包的啊 好像在碗里头 然后把它压一点一点 等一下我们 进去烘烤热的时候 它会再膨上一点点 然后 好咯 再来一个 如果感觉它已经酥酥了 我们再可以把它干长一点 这样就好包了 再来一个哦 看到了好 是不是很容易哦 很容易哦 美美的哦 现在我们要来扫这个蛋黄了 就这样扫哦 看到了好 嗯 嗯 嗯 等一下我们要 在上面 撒一些芝麻饼 等一下 然后呢 今天有做那个 三样的口味不同的哦 有一口口味的 有包黄粒的 哇这超好吃的 我已经等不及了 哈哈哈哈 等一下哦 就有很好吃的这个豆沙饼 然后呢这个是 葱有葱香味的这个白豆沙的 然后我们就用这个咯 这个白芝麻把它撒撒 上面就知道哦 这个是白豆沙的 那个咸甜甜甜葱油味的那个 然后我们再烧哦 这个蛋黄哦 加一点点的水而已哦 因为这个只是少一点而已 不可以太细 如果太细呢 等一下就没有看到那个蛋黄颜色哦 就不好看咯 然后如果是太细呢 等一下烤出来好像 都还没有熟哦 它就会 它的颜色好像烧焦那样哦 也不可以 太细的 就是有一点 接一点点水就可以了 这个不像中秋叶饼 少两片 这个只是少一片而已哦 你看啊 有一些这个 放在上面 那我就继续把它做完咯 把全部的蛋黄都扫完了哦 我们现在要把它送进烤箱里哦 现在我们开始要来烤这个饼了 时间是25分钟 上下火 因为每个人这家的烤箱都不一样哦 我们要依照自己的烤箱来决定 它的活力和时间哦 今天我们这个豆沙饼已经做好了哦 然后呢 现在我们要来切个看看哦 看看里面它的层次是怎么样的 我忙了 大半天 终生把它做好了 我们来切咯 哇 美美的哦 层次分明 然后好像很酥哦 就是会掉架杂的那种 现在呢我再切个看看哦 这个上面呢就是有 这个黑芝麻跟白芝麻 里面就是斑南豆沙的 现在我在切咯 我一切下去哦 就掉渣渣了 美美的哦 这就是我们要的结果 我再来切一个看看 因为我们今天做三个口味哦 这里上面全都是黑芝麻的 里面是黑豆沙哦 哇 都是一样的美美的哦 都是很酥哦 你看哦 这个豆沙饼是不是美美的 每一个都是层次分明 尤其是那个豆沙哦 那个甜甜咸咸 还有带有葱香味的 哇 真的超香超酥超好吃的 我跟你们说哦 我忍不住了 我刚才已经吃了两个了 哎呦 我吃了两个豆沙饼哦 等一下要多运动 半个小吃才可以哦 你们一定要去试的 是不是很容易 然后谢谢你们的收看哦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不要忘了订阅点赞和分享 拜拜